三年多兩岸恢復觀光 有了最新的進展 就是陸委會宣布從九月一號開始 要恢復旅居海外 或是留學第三地的中國民眾 申請來臺觀光旅遊 另外也開放中國旅遊團來臺 不過也是有條件開放的 一天只上限兩千人次 而相反的臺灣旅行業 要組團到中國 也要依對等的原則來調控人次 初期是以每天兩千人為單位 同時也是有開放商務客來臺 但是如果涉及高科技產業的話 就得要維持專案申請 而目前這樣的鬆綁政策 將以一個月為準備期 但還是要等中國方回應 才會確定時事的日期 不過這項消息一出 也讓不少臺灣的旅行業相當期待